千万不要招有这个胖子 否则 原来小黑是一名女巫 她的魔法是伤害转移 餐桌上 她的餐盘被掀翻 小黑一怒之下拿起叉子 直戳自己的手 但她没半点感觉 反倒是对方 手痛的尖叫 半路遇到混混 她拿起带钉子的板子 就往自己手上拍 把混混吓得直接懵了 为了惩罚恶人 把烫红的烙铁按在脸上 毫不手软 就这样 她被女巫学院的院长发现 带了进来 在这里全都是拥有各种魔法 等待被开发的女巫学生 什么都会得 香奈儿被一群男生侵犯后 一气之下 掀翻了他们逃跑的巴士 造出一场重大的车祸 急迷男生当场丧命 爱上谁谁就良的寡妹 把男友带回家 刚想干点什么 男友就突然去世 但在这儿 最厉害的不是他们 而是这个突然闯入的女人 香奈儿口述狂言 女人小手一挥 直接把香奈儿拍到了墙上 调查巴士车祸案件的警察找上门 女人给他们倒了两杯水 再用村民术让警察喝下去 其中一个还想反抗 女人压根不给她机会 原来她就是超级女巫 但她的能力远不止如此 这时我见过最牛的小女孩 面对高阶女巫的挑衅 她完全不怂 长大后 她成为了超级女巫 干掉了自己的母亲 为了保持年轻 她甚至想做整容手术 但这些都满足不了她 她一直在寻找永生的办法 一次意外 让她发现了天赋异禀的香奈儿 这天 学院隔壁搬来一家人 香奈儿带上伙伴去串门 结果和隔壁女主人发生争执 烧了人家的房子 这种能力女人也拥有 她开始培养香奈儿 结果发现香奈儿的魔法非常全面 不仅可以点火 控物 还可以操控人的意志 她以为香奈儿就是下一任超级女巫 晚上女人摊牌了 她说 下一任超级女巫的出现 就意味着上一任的死亡 她不想承受衰老的痛苦 就祈求香奈儿 干掉自己 香奈儿下不了手 结果 原来女人接触香奈儿 只是为了干掉她 然后吸收她的能量和魔法 这样就能连缓衰老 一直到新的超级女巫再次出现 然后反复如此永生 但是她错了 她的衰老仍在持续越来越快 这就说明 真正的新一任超级女巫 正在飞速地成长 她更没想到的是 香奈儿 复活了 这个女人狠狠扇了自己两个巴掌 你绝对猜不到她这是在干嘛 接着小黑也开始自扇耳光 太刺激了 这就是超级女巫的终极考验 这一关是控制思想 接着是控误 女巫们轻松过关 第三关原神出鞘 小黑 香奈儿 寡妹 一一过关 第四关顺移 大家玩得正寒 可寡妹出了意外 只剩下小黑和香奈儿 正好下一关就是复活 院长让剩下的女巫复活寡妹 小黑是了没有成功 说明她并不是超级女巫 下一个就是香奈儿 她拍死一只苍蝇 轻松复活了她 但她只是想证明自己拥有复活的魔法 并不打算复活寡妹 这样自己就少了一个竞争者 再过三关 就可以当上超级女巫了 院长失望极了 她在香奈儿身上 看到了上一任超级女巫的影子 残忍自私 于是她决定一同参与考验 在众人的围观下 这才知道院长的魔法 不只是触摸感知 点火 控物 催眠 瞬移 她都拿手 下一关占卜预测 通过这些石头 找到物品隐藏的位置 院长摸了摸石头 立马说出了准确的位置 轮到香奈儿 她看了一眼 没有找到 气急败坏的她 照着院长的方式 再占卜一遍 还是没找到 原来香奈儿并不是超级女巫 香奈儿不服 扬言走后 要一把火烧了这儿 通过考验的院长 用魔法复活了寡妹 醒来后发现自己的眼睛 也奇迹复原了 新一任超级女巫诞生 而香奈儿 最后也被寡妹的男友 给干掉了